我后妈手段高明 把我爸耍得团团转 我妈去世后的第二年 我爸在同事的介绍下谈起了恋爱 这个阿姨姓刘 比我爸小了七岁 是一家连锁美容店的副店长 很会打扮 看上去比我爸年轻 时髦许多 刘阿姨有个女儿 尚初二 叫张亚 一开始 我和刘阿姨还有张亚都相处得不错 他们俩刚住进我家的时候 挺客气 也挺勤快的 刘阿姨烧的一手好菜 赢得了我爸这边亲戚的一只好评 大姑说小刘真会过日子 我爸是捡到宝了 暑假结束后我回到学校 还会不时的跟我爸视频 几次视频里 他都系着围裙 拿着锅铲 油烟几乎乎的响 我有点难以置信 要知道 我爸可是个食指不沾洋春水的人 以前我妈出差 他能带我连下三天管子 进而转性呢 变身家庭富难了吗 我调侃了他几句 他非非直笑 比刘阿姨说了 油烟对皮肤不好 家里的饭都有我来做 小老头会做饭了 挺好 但我心里仍然忍不住酸溜溜的 我妈在世的时候 心肺功能不好 不适合文油烟 我爸也知道 但他就从来没有提出过他来做饭 在刘阿姨这儿 他就被治得服服贴贴了 刘阿姨可真有本事 让我没想到的是 更有本事的还在后头 国庆长假的时候我回了家 好不容易把笨重的行李箱 连上四楼 结果发现门锁被换成了指纹锁 指纹锁有三种打开方式 一种是输指纹 一种是输密码 还有一种是拿钥匙打开 当然了 我既没指纹 也没密码 更没钥匙 我看了指纹锁半天 打电话问我爸 你们换锁了 我进不去家 你回来给我开门吧 或者你把密码告诉我 我爸说密码 密码是你刘阿姨设置的 我不知道啊 我正开会呢 我让你刘阿姨给你开门啊 没办法 我就在门口等着 期间对门的邻居回来了 知道我家换锁 却不肯告诉我密码之后 邻居奶奶一撇嘴 你这个爸呀 眼看快到饭点了 奶奶回家去做饭了 临走前问我要不要去他家做做 我婉拒了 怕刘阿姨回来找不见我担心 我继续在门口等 等了快两个小时 饿得不行了 期间给刘阿姨发了好几条微信 打了两个电话 彤彤都驶身大海 我一咬牙拎起行李箱 往楼下走 走到楼洞拐角处 听见了刘阿姨的声音 最后一口炸排骨了 你快吃了 别让赵圆圆看见 她都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了 估计饿得够呛 然后是张亚含糊不清的声音 知道了知道了 刚才不是让你买大份的 我跟她分着吃 你买了我就不用背着她吃了 谁让你这么小气不肯买 刘阿姨笑了笑 说傻丫头 你跟赵圆圆可不一样 她家里好几套房呢 妈妈这是在为你打算呀 省下来的钱 以后都给你做嫁妆 让你疯疯光光的嫁人 张亚害羞道 你说这个干嘛呀 我离嫁人还早着呢 我听这话已经懵了 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直直地撞上了 正往这边走的他们母女俩 张亚看见我有点尴尬 把手里的包装袋往身后藏 刘阿姨也一愣 但很快她就若无其事地 过来拦我肩膀 笑着说圆圆 阿姨今天接小亚放学 回晚了 不好意思啊 我淡淡地嗡了一声 我不冷不热的态度 但她脸上的笑容一僵 我能感觉到 她的眼神已经冷下来了 不着痕迹地跟我拉开的距离 但下一秒 她就亲热地掰开我的手 冰起我的行李箱 动作之快 几乎可以用抢搏来形容 我吓了一跳 问你干什么呀 然后我听见了我爸的大嗓门 圆圆 怎么跟阿姨说话呢 真没礼貌 刘阿姨还劝她 哎呀 圆圆还是个孩子 你别跟她置气 哦 原来她是看见我爸来了 就假惺惺地帮我拧行李箱 顺便离间一把 想明白了以后 我反而觉得有点好笑 这是什么初中生的手段吗 真没劲 晚饭果然还是我爸做的 她一进家门 就钻进了厨房 表示要给我做顿好吃的 接风洗尘 小老头这是在哄我 你不刚才哄我的那嗓子 我不置可否 拖着行李箱进我室去了 一推开门 我傻眼了 我的房间 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 这迪士尼公主的床单 这偶像男团的海报 这莫名其妙的粉色流苏 到底是谁弄进我房间的 刘阿姨和张雅 不知何时也跟了进来 我克制地说 阿姨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盛世来我房间了 我不喜欢别人动我东西 以后别进我房间 刘阿姨只是笑一笑 不紧不慢地说 圆圆 你又不常在家 空里也是空着 你爸说了 这间房给小雅做事 她现在是学习的关键时期 需要采光好一点 大一点的空间 好读书写字 我问 那我睡哪呢 刘阿姨笑眯眯地说 你睡书房呀 书房我都给你打理好了 我去书房一看 床铺是挺整齐 但装着我和妈妈合照的相框 上面的玻璃 竟然裂开了好长的一条缝隙 整个模糊了妈妈的脸庞 还有我高中时期 跟好朋友写的那些信 从前被我真而重之地 收在精美的匣子里 现在却正随意地散了一抽屉 仔细看的话 还能看见被拆开的新鲜痕迹 这就是给我打理好了的书房 如果说原本我还能再忍忍的话 那么再看见相框玻璃裂缝的那一刻 我忍不下去了 我握着相框 大步地走到他们母女俩面前 冷冷地说 这是我家 这是我的房间 没经过我的许可 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了 面对我的恼火 张牙显然有点慌张 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但刘阿姨一旦保持着淡淡的笑容 圆圆 你连你爸的话都不听了 我彻底怒了 你算老几 她也不恼 说圆圆 阿姨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你接受不了爸爸在婚的事实 但是你爸今年五十多岁了 需要有个人照顾 做孩子的 不能这么自私 要多体谅体谅他 明明是他们未经许可 就抢占了我的房间 砸坏了我的相框 但他这一番话 反而显得是我不懂事 好个刘阿姨 好一张电倒黑白的嘴 我正要争辩 就看见我爸进来了 他滑稽地系着围裙 脸色阴得要滴水 他身后跟着张牙 小告密者 爸 他们未经我许可救 我正要给他看相框 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他的一巴掌 然后他怒吼 赵圆圆 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自私自利 丝毫不懂得体贴别人 整天就知道大呼小叫 眼里还有没有长辈了 泪水几乎是立刻就从眼里涌了出来 不是因为有多疼 而是我清晰的意识到 这个从小到大 没有动过我一分指头的男人 他变了 他变得连听我说 一句话的耐心都没了 内眼模糊中 我看见刘阿姨搂着张牙 母女俩躲在我爸身后 姿势是楚楚可怜的 而脸上分明情的得意的笑容 我擦了把眼泪 什么话也没说 把相框装进书包里 拎过行李箱 沉默地绕开他们 往门口走去 我爸追了出来 赵圆圆你玩什么比家出走 今天你要是出去了 就别回来了 我穿好鞋 在门口站定 笑了笑 家 你说这是我家吗 那为什么直到现在 都没人说 让我把指纹入进门锁呢 我爸听懂了我的意思 明显停顿了片刻 语气也不似 刚才暴躁 圆圆 不太失望 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爸 从我回家开始 你有耐心听我说过 哪怕一句话吗 没有 一直没有 他刚见到我就被刘阿姨 炙开切水果 切菜 好不容易逮住空单 打算跟我聊天 又被刘阿姨 插他话题聊别的了 那个属于我的 宽和又耐心的爸爸 好像一瞬间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眼前这个挥着锅铲 愤怒又暴躁的男人 他仍然在护着妻女 可惜被他保护的人 已经不再是我 我用力地带上门 把这乱糟糟的一切 关在了身后 天黑得很快 家家户户都飘出了 饭菜的香味 我拖着行李箱走在路上 和下班晚归的人们擦肩而过 他们的前方 有一盏家的灯光在等候 而我 我的家已经不再像个家了 大姨家跟我家 他就隔了一条街道 我敲开他家门的时候 他有点惊讶 圆圆回来了 哟 你怎么还哭了呢 我把事情的原委 跟他一五一十地说了 大姨看着摔坏的相框 十分恼火 原来是那个女人在挑拨离间 在认识刘阿姨之前 我爸跟妈妈这边的亲戚 没断过往来 逢年过节聚餐 周末约着喝茶 钓鱼一直都骑了熔熔 但从今年开始 我爸叫不动了 约他出来玩他都推脱有事 久而久之 舅舅 你妈们也不再喊他 大姨先是数落了一通我爸 沉默了一会儿 他突然问 圆圆 你爸跟他领证了没有 我一愣 我不知道 大姨一言又止 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似的 这话本来该由你奶奶 或者你姥姥跟你说 但他们俩年纪都大了 能少让他们操心 就少让他们操心吧 这个恶人 我来当 圆圆 你爸你妈以前 可积累下不少家产 比头有你爸爸的份 也有你妈妈的 仔细算下来 你爸这些年做公务员 我茫然的看他 刘阿姨会这样吗 但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另一个声音 是刘阿姨的声音 他之前说什么来着 说要给张牙攒嫁妆 让他风光出嫁 大姨摸了摸我的脑袋 缓和了语气 圆圆 大姨跟你一样 希望是我想太多 但你要知道 人生在世 不能有害人的心 但也不能没有防人的心 我迟疑着说 我妈生病那会儿 把她的房子过户给我 刘阿姨再怎么过分 也是动不了我的东西的 大姨抚摸着相框 许久 才低声说 你妈妈是我们兄弟姐妹里 最聪明的一个 她知道人都是会变的 感情也是 既然你妈妈为你做了打算 那我就不担心了 今晚也别回去了 让你爸好好想想 自己干的是不是人事 你先吃水果 我去把床给你哭起来 手机响了 我爸给我打电话 圆圆 你在哪 在大姨家 我猜她要跟我道歉 或者对不起 应该要喊我回去 但是她停顿了片刻 说你先在大姨家住一晚 明天早点回来 跟阿姨赔礼道歉 我以为我听错了 难以置信的问 你说什么 她压低了声音说 你今天太过分了 阿姨为了赶回来给你开门 提前下班了 被她巡查领导看见了 回头得挨批 你不但不领情 还对她大呼小叫的 你不该跟她道歉吗 我冷冰冰的说 她提前下班 是为了接她女儿 我在家门口等了她两个小时 也没见她回 至于大呼小叫 她没告诉你吧 她把妈妈的相框摔碎了 还动我的私人信件 既然阿姨这么懂道理 那先让她给我道个歉吧 说完 我就把电话挂了 好气 真的好气 放狠话都放狠话 总不能一直待在大姨家不走 就算大姨不介意 我也不能把家让给那对母女 第二天一早 我正准备杀回家 好好地跟她们理论 中途却收到导师的微信 圆圆这几个数据 辛苦你跑一下 后天给我 科研民工是很卑微的 看见导师的消息后 我就黏了 任命的拎起行李箱回学校 去实验室跑数据 期间 我爸真就一个电话 也没打给我 反而是大姨问我到学校了吗 再次接到我爸的视频电话 是在冬天 他先喊喧了几句 圆圆 羽绒服要不要给你寄过来 指望你寄过来 我恐怕已经冻死了 我没吱声 却留意到他身后的家门开了 有个人从门口走过来 是张雅 穿着妈妈买给我的羽绒服 因为是妈妈买给我的最后一件衣服 我根本舍不得穿 一直放在衣柜里 我快疯了 问我爸张雅穿的是什么 是从我衣柜里拿出来的吗 我爸一边调整了视频镜头的角度 一边戴上耳机 没有 你看错了 那是我给他买的新衣服 我怎么会看错 那件衣服给我刚刚好 给张雅却太大 谁买新衣服会买大整整一个号 镜头之外 我钻紧了手指 我爸转移了话题 说圆圆 你妈妈去世前给了你一张银行卡 那里边有多少钱啊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直接告诉他了 但现在我对他多了防备 你问这个干什么 爸爸想买套房子 他善笑 诚息新开了的楼盘 位置好 又是学区房 以后肯定能大涨 你帮爸爸挫个首付 以后还你 你连首付的钱都出不起了 我难以置信 你之前留着换车的钱呢 爸爸起身 看样子是走到阳台上去了 还拉上了阳台的推拉门 显得小心翼翼 镜头一晃 照到了他的白头发 我在愤怒之余 又生出一丝悲哀 在自己家都要躲着打电话 我不在家的日子 他恐怕也过得没那么顺心如意 圆圆 这话你别跟其他人说 你刘阿姨的弟弟之前包工程 被老板骗了 赔了许多钱 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 都找去他老家了 你刘阿姨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求我借钱给他就救急 你说 这钱我能不借吗 我打断了他 你借了多少 他眼神多闪 二十万 我在问 他写欠条了吗 都是自家人 谈这个多伤感情 我气笑了 我们家这个十八线小城市 二十万可以说是很多人 三四年的工资了 这一大笔钱借出去 却没有欠条 这跟白给有什么区别 你有钱借给他 没钱买房 既然你没钱 所以呢 你刘阿姨说 没有保障 他不敢生孩子 一套写上他名字的房子 才算保障 他说 窗外的夕阳很耀眼 照在我爸勾勾赫赫的脸庞上 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 许久 我找回了我的声音 你都五十多了 还生儿子 家里是有皇位 要继承吗 我爸妈有三套房 一套是爸爸单位的房子 他可以住到退休 但只有居住权 所有权是单位的 第二套写了爸妈两个人的名字 妈妈去世后 其中有一定比例属于我 爸爸不能绕开我售卖 第三套是妈妈全款买下的 她去世前把房屋过户给了我 所以 刘阿姨急不可耐的想买一套房 大概是看出来 我爸名下 没有任何可以独立处置的不动产 他煽风点火 先用借钱的方式 把我爸手头的现金挪走 然后打起了我的主意 之前那些无关痛痒的小手段也就罢了 涉及切身利益的事 万万不能忍 这周五是大姑家表姐的婚礼 表姐早早的就跟我说 要让我做伴娘 正好我周四周五都没客 就在周四下午回了家 爸爸还掉了班 亲自到高铁站接我 这次非常殷勤 一见到我就把我拎箱子 我看在眼里 失望却更浓 我宁愿她像很久以前那样 让我自己打车回家 起码那是妇女间正常的操作 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分外客气 人和人之间 所有客气过了头的事情都要警惕 因为那一定意味着别有所图 回到家 刘阿姨已经做好了饭 满满一桌子的菜 她从厨房出来 白净秀丽的脸上 带着一抹亲切的笑 圆圆回来了 我再炒个蔬菜就好了 你洗洗手准备吃饭吧 我维持着表面的客气 坐下吃饭 果然 开吃没多久 我爸就是重提 圆圆 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装傻 什么事情 她说 买房的事情 我把最后一块排骨吃完 慢条思理的放下筷子 说 这钱给让我再考虑考虑 我爸为难的看了一眼刘阿姨 刘阿姨先给我的杯子里蓄上饮料 然后将碎发聊到耳后 小文温婉 圆圆 你别怪阿姨多嘴 这件事啊 对你也有好处 现在钱贬值太快 投什么都不投房子赚钱 你把钱借你爸爸当首付 又不是不还了 以后这套房子涨起来 你爸爸还能亏待你吗 可真会画饼 三两句 就把借钱跟投资的概念混淆起来了 怪不得能把我爸哄骗得团团转 他想买的这套房子 对他而言是刚需 根本不算什么投资 更何况 钱借给我爸 如果我白纸黑字的表明利率和还款期限 日后他有的是说头 我在亲戚间还想要什么口碑 这一波 要是我松口 他既拿了钱 又轻易地捏住了我名声的把柄 而我里外不讨好 没了钱还吃了亏 好算计 真是好算计 我只喝汤 并不接话 刘阿姨沉默片刻 圆圆 你爸爸想要一个儿子 已经盼了许多年 从前他生二胎 是要丢饭碗的 现在政策变了 他有这个机会了 你爸从前常怀你孝顺 为人子女的 能帮爸爸实现心愿 就是最大的孝顺 我爸不住的点头 看向刘阿姨的眼神 如同看向温暖 贴心的杰宇花 我真是要吐了 换作以前 我肯定直接刚回去了 但现在我不会了 我进化了 对付老绿茶的办法 就是比他更绿茶 恶仙人 谁还不会了 我放下勺子 跟他一样柔柔笑道 阿姨 我爸能不能生儿子这件事 明明就取决于你啊 你瞧你这话说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让我爸生儿子似的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脸色一僵 我没等他 你出了所以然 站起身 脸上笑容不减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啊 尤其是你啊阿姨 吃饱了 才有力气生儿子 我直接出门了 不给他回击的机会 我初中最好的朋友叶子 在购中心开了家瑜伽馆 教瑜伽课程 口碑和生意都很好 已经是妥妥的小夫婆了 他知道我家的糟心事 主动说请我去猫咖玩 开开心心的撸猫 懒眼睛的布偶猫 懒洋洋的在我脚边蹲下 叶子拿动猫棒 在他面前挥一挥 问我 你上次说你那个后妈 是在哪上班来着 天使之梦啊 他挑眉 天使之梦就开在我店的对面 我经常去做美容 跟他们店长很熟 我怎么不知道 有这么一号二婚嫁 给公务员的副店长呢 我点开我爸的朋友圈 翻出他和刘阿姨的合照 拿给叶子看 叶子看了半天 悠悠说 原来是他没记错的话 他有男朋友 而且是姐弟恋 那男的长得有点像何书桓 我们私底下都管刘萍叫如萍 姐弟恋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问 就上周我还看见书桓 借如萍下班呢 他说 我没心思撸猫了 叮嘱叶子 你下回再看见如萍 嘿 刘萍和他的小男友在一起 多拍几张照给我 我有用 有大用 叶子点头 又问我 你去哪 我说 我得找个人帮我分析分析 下一步怎么走 我大脑真的太混乱了 所有的脑细胞 都在快快乐乐地喊刘萍你完了 而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刘萍这个人像千年的狐狸 能言善变 如果我的计策不过周全 没准还会对他倒打一耙 谁让我摊上这么个软耳朵的吧 我拎起包就想走 叶子喊住了我 赵源源你生是傻 好包手就站在你面前呢 你还要找谁 我愣住了 他笑了笑 论私逼 我经验只多不少啊 叶子说 我要再忍一忍 有了刘萍出轨的证据 大闹一场 当然很痛快 但别忘了 我爸还借给他弟弟20万 还没打借条呢 当务之急 是要让刘阿姨 或者他弟弟承认 问我爸借了20万 他们想白拿 然后肯定会赖账 但我要做的是 找到对不公堂时派的 上用场的证据 刘萍必须滚 但钱也必须拿回来 这晚 我睡在大姑家 表姐明天就要出嫁了 她既激动又紧张 拉着我和她的另外三个伴娘 弟弟姑姑说了一晚上的话 这种时候人就很容易 袒露心声 包括我自己 黑夜里 五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又哭又笑 睡得横七竖八 而那些土露给黑夜的心事 都渐渐地沉寂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 我爸作为新娘的亲舅舅 也来了大骨架 不过 刘萍没来 我寻了个空 去问她 阿姨怎么不来 周围热闹欢快 我爸也十分松弛平和 你刘阿姨还要上班呢 过会儿直接来吃饭 这不是天助我演吗 我伸手向她 我手机没花费了 直接断网了 你帮我充100块钱呗 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没花费了 就直接找爸爸 因此他不宜有他 把手机递给我 你自己弄 我弄不来 我爸的花费是单位交的 这么多年 他没自己充过花费 我接过手机 乱吞吞地点开支付宝 另一箱 表姐从房间走出来 提着裙摆 小舅 快过来 咱们一起拍几张照片呀 我爸乐呵呵的 把腿就走 哎 来了 完全把手机忘在了脑后 我钻进了卫生间 反锁了门 点开我爸的微信 开始以留为关键词检索 越过了小老头和刘萍 黏黏糊糊的聊天记录 我锁定了一个 叫做刘立强的男人 点开和他的对话框 赫然出现一条 谢谢你呀 姐夫 在下面一条 是都回款了 就把钱还给你 我爸回了个握手的 emoji小表情 就是他无疑了 我连忙掏出手机 把这两句话拍了下来 发给我学法的学长 很快 学长的消息回了过来 这两句话确实可以证明 他和你爸爸之间 存在债务关系 但是要满足 你诉讼必赢的愿望的话 还需要有金额 和具体的返款日期 我在网上翻了翻 确实没找到其他 涉及着20万的信息 大概是我爸用银行卡打了钱 所以微信聊天记录里 只有这眉头末尾的两句话 于是我模仿着 我爸平时的语气 给刘立强发了一句话 立强你好 上个月借给你的20万 能否在今年年底归还 有急用 卫生间外都是喧哗笑闹 好像是新郎来接亲了 大家正在给他设关卡 卫生间里 安静的能听见我的心跳 咚咚咚咚咚咚咚 嗯 手机短促的震动一声 刘立强回消息了 姐夫 确实现在手头紧 年底也不一定能回款 回到款一定还你 好吧 我打字 立强 能否给我一个具体期限 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 显示了好几分钟 外面的笑闹一浪高过一浪 我却突然听见 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圆圆 伴娘呢 快找找他 心跳得越发厉害 我死死地盯着对话框 真正感觉自己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呼喊声越来越近了 卫生间的门把手 也被拧了一米 我爸的大嗓门 响在门外 圆圆 你在里面吗 话音刚落 手机震动了一下 刘立强 明年四月份吧 姐夫 让我缓一缓 我迅速地回 好的 截图 发给我自己 我再转发给学法的学长 得到他肯定的答复后 又快速置顶了我的微信 家族群的微信 把刘立强的聊天框踩了下去 我拧开了卫生间的门 昂首挺胸 面带微笑的 把手机递还给了我爸 干了件大事的欢喜里 我爸这句话 好像一杯水 浇在了我岩浆泵烈般滚烫的心里 不多 就一杯 但 这一杯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这个小老头 软弱 愚蠢 好色 守旧 却偏偏有那么一丝温情 露出了马脚 被我发现了 他把解锁后的手机递给我 你自己弄吧 愣着干嘛 拿着呀 我笨拙地点开支付宝 充了十块钱 他拿着手机走远了 自得其乐地哼着小调 我整理了心情 混入其他伴娘之中 一起接新郎递过来的红包 另一边 手机连着震动好几下 叶子给我发了消息 舒桓又来找如瓶吃饭了 今天吃的是西餐 你别说 如瓶还挺少女 什么小拳拳捶你胸口 这说来就来啊 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脏工伤吧 视频 视频 我点开视频看 第一段视频 是刘平和何舒桓并肩走着的画面 如叶子所说 何舒桓搂着刘平的腰 两人亲一而语 刘平也许是恼了 转身捶了他一记 第二段视频 是两人坐在靠窗的桌边 你切一块牛排 我为你一口一念 刘平穿的那身雕 正是昨天他有意无意在我面前 炫耀你爸什么好 会挑衣服的那件 我竟有点同情我爸了 他信任的女人 穿着他给买的雕皮大衣 因为在别的男人怀里贫笑 爱是一道光 绿的人心慌 刘平的弟弟 现前的证据已经拿到了 他出轨对我爸的证据 也已经拿到了 尽管我非常想撕他 但我还要再等一等 我们店生意太好了 来迟了 他这一生清脆又带笑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有人捧他臭脚 你是副店长了 忙一点也正常 你们店的生意 其他人想做都做不了呢 刘平笑着点头 把雕皮大衣拖挂在一边 里面穿的是一身 红色的紧身针织裙 按他这个年龄来说 身材的确不错 红色也衬得他皮肤雪白 让他显得格外出众 但问题是 他穿那么红干什么 今天又不是他结婚 刘平这一身 盖过了新郎妈妈的风头 我却不用 我把酒瓶递给另一个伴娘 端着酒杯就过去了 刘阿姨 来 我敬您一杯 刘平转过头来 一看是我 先等其他亲戚笑道 哎呀 人懂事了 在家他都不怎么搭理我的 今天反而敬我酒了 真够表的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比他更表 我也笑容可居道 您开什么玩笑呢 不是您把我赶到书房 去睡的吗 怎么变成我不搭理您了 他不动声色翻个白眼 就要开口说话 我迅速截住他 刚隔得老远就看见您了 我还以为是 隔壁厅的新娘子呢 穿这么红 后来再一想 不能够啊 隔壁厅那新娘子 穿的是白婚纱 今天穿大红的 除了刘阿姨您 也就只有楼下迎宾的服务员了 刘平面火耳赤 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搁 语气也不好了 你说谁是服务员 我装无辜 没说您呀 你一只梨花鸭海棠 人到四十老来翘 这一身夕阳红 您穿最合适了 有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在旁边人的提醒下 才安静了下来 刘平听见了 求助似的看向周围人 又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可惜了 我爸这会儿去跟救公摊唠嗑了 没在这儿 没人吃他这一套 刚才捧他臭脚的那个人 刚打算说话 被身边的人一拉袖子 也闭了嘴 于是刘平又看向我 不复方才白莲花姿态 冷冰冰道 圆圆 看来你不是诚心敬我酒 我就笑 你要是诚心来参加我姐姐的婚礼 我就是诚心敬您酒 找个医生 表婶注意到我的眼神 出我鼓励的点了点头 我备受鼓舞 也跟着拿枪拿掉的阴阳怪气 既然阿姨这么看不上我 不肯喝我敬的酒 但我就不敬了 刘平不作声了 一双眼睛刻毒的盯着我 像是能烹火 我压根懒得理她 转身走去表姐身边 其实我还可以继续炒她的天安地赋的 但我不想破坏表姐的婚礼 表姐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趁着新郎在被人招呼的时候 表姐摸摸我脑袋 跟我儿语远远 办得好 一会婚宴散了 也别人找了 场子留给你 我支持你小范围的斯坦 我明白表姐的意思 身为婚宴的主角的她 肯定比我更生气 真正贴心的人 比如我在想撕逼 也会考虑到今天 是表姐最重要的一天 而忍气吞声 刘平这样 嘴上一口一个外甥女的喊着 却在外甥女结婚当天 试图咽压群芳 根本就是没把她当成自己人 婚宴行至尾声 不太熟的宾客都回去了 新郎已经喝趴了 表姐扶着她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又停下 回头看了我一眼 意味深长 圆圆 这里交给你了 替表姐好好的收拾收拾残局 宴会厅里剩下的 都是很相熟的亲戚 我爸喝高了 脸红得好似关公 醉醺醺的 坐在他旁边的刘平边 给他倒浓茶 边埋怨 都让你别喝那么多了 还喝 回去要是吐了 我可不管你 我爸黑黑的笑 高兴吗 难得的 他们恩爱 有亲戚就捧场 哎呀 准备收器材 我说 我是新娘的表妹 她有一段视频 让我帮忙放给亲戚看 你们能弄过会再收 我再把桌上没人动过的 几包香烟递给他们 他们就很好说话的 到厅外去抽烟了 我把叶子发给我的视频 传到电脑上 然后拿着遥控器放下幕布 幕布下降的声音 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借此机会 我拿着麦克风 笑音音的走到舞台中央 现在厅里的都是咱们自家人了 我给大家看个压轴节目 让大家乐呵乐喊 我爸个傻子 还在下面鼓掌 好 我又笑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背景吧 免得大家看不懂 我妈生病去世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爸那会挺消沉的 衣服扭扣都能扣错 他在妈妈养的花 还会偷偷的哭 我就想 我爸妈的感情也太深了 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遇到这样一个 会因为我的离开 而伤心至极的男人 今年 我爸跟我说他谈恋爱了 我一开始很难接受 后来想 多一个人照顾他 互相陪伴 总比他孤零零的好 然后就得说到您了 刘阿姨 我对他温柔的笑了笑 亲戚们都以为我要夸他 毕竟他以前打造的 可是好后妈的人设 在亲戚们善意的哄笑中 他也勉强的笑了笑 刘阿姨真的很厉害 厉害在他有两副面孔 在我爸面前和气友善 对我就各种甩脸子 我被他赶到书房去睡 我妈的照片被他弄坏 他给家里换了锁 一马死活不肯给我 亲戚们渐渐的不笑了 跟身边人交头接耳 指指点点 刘萍的脸色很难看 手指甲抠着桌布 感觉随时会冲上来打我 我笑得可开心了 瞧我 说这些干嘛 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 平白拉低了刘阿姨的格调 他都要不高兴了 刘阿姨的本事可不止这些 吹吹枕边风 就让我爸借了20万给他弟弟 说到这里 我爸大概是听明白了 我不是在表演节目 我是在向刘萍开炮 一如既往的 他选择偏袒刘萍 赵圆圆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快给我下来 我下来 我才不下来呢 我麦克风声音比你大 哎 我气死你 我清了清嗓子 话筒里传出的声音 盖过了他的怒吼 爸 您别生我的气呀 如果我是你呀 我现在可不会着急骂人 会先打开刘萍弟弟的微信头像 看看跟我们视频里的男主角 是不是同一个 我点开视频 幕布上开始播放叶子拍摄的 刘萍舒缓恩爱秀 视频是循环播放的 女主角内身大红紧身 针织裙外加貂皮大衣 可不就是刘萍吗 轻奇一阵哗然 但我爸甩开他的手 直直地站了起来 远远 你这拍了什么东西 我答啊 就是你们看见的那样 刘阿姨和他男朋友一起吃饭 对了爸 你不知道吧 问你借走二十万的那个刘萍强 根本不是刘萍的弟弟 而是他的肩夫 说实在的 当时在大姑家的卫生间 看到刘萍强的微信头像 就是叶子拍摄的那个何书环 我是很震惊的 一开始是想 还能有这要巧的事 再想 就觉得他们真是猖狂 拿我爸当猴耍 包括刘萍 他明明是那么精明 在卫生间都忍不住抱粗口了 今天 这份震惊和愤怒 终于传到了我爸的身上 视频还在播放 幕布上的刘萍 一次又一次娇羞的 锤和舒缓的胸口 我爸也捂着胸口 指着刘萍说 我对你那么好 刘萍终于意识到 该解决我而不是解决我爸了 像头愤怒的斗牛犬 向我冲了过来 他劈手要夺鼠标 我一下子就给他推胎了 从前忍气吞声是要找证据 现在都已经撕成这样了 还指望我让你 他伸手抓我的脸 指甲把我的脸划得生成 不不用照镜子我就知道 肯定是出血了 就 我们北方姑娘 平时客气腹里 真要被惹急眼了 还是挺能活得出去脸的 我一把薅住她的头发 一巴掌就招呼她脸上了 这么对打了几个来回 连台下亲戚都看傻眼了 这才想起来拉架 刘萍头发散乱 胸口快速起伏 装也花了 也不装了 对我们家亲戚强行拉开 碰不到我了 就用一串脏话骂我 骂我没教养 骂我心肌生 就是不骂我血口喷人 我觉得好笑 慢条思理 刘阿姨 我其实挺佩服你的 你看 你脚踏两只船 能从我爸这里 骗到二十万给你肩服 又能让你肩服 接你上下班陪你吃西餐 你有这个时间精力 自己搞钱不好吗 非得搞别人家的钱 大姑劝我 圆圆 你少说几句 但她拦着我的手臂 压根没用力 显然是在鼓励我圆圆 多说几句 毕竟 刘萍可是没眼色到 在他女儿的婚礼上 穿大红的呢 你最可恶的地方 是拿我爸当猴耍 怎么 让肩服冒充你弟弟 是不是特别爽啊 看见我爸给肩服赚二十万 你是不是笑得特别开心啊 我想我真的是太厉害了 从前不懂事的时候 我跟刘萍正面刚 他却会借力打力 装可怜 让我爸来骂我 这招已经被我学会了 今天我就让他尝尝 自食其果的滋味 我朝着九席的方向 对着我爸的方向说 他对我在坏 我看到你的份上都忍了 但是他这么耍你 爸 我真的忍不了 刘萍掰开亲戚的手 要冲过来打我 赵人员你放狗屁 啪的一声 是我大姑 不仅拦住了刘萍的巴掌 反而稳准狠的扇了他一耳光 你托我们家的钱 二十万啊 大姑咆哮 你还敢打人 大姑开始和刘萍撕扯起来 我得说回我刚刚的话 我们北方姑娘战斗力是挺强的 但是 还是强不过我们北方老娘们 此处为褒义用法 我大姑真的好会打架呀 完全的压倒性优势 跟他一比 我刚才的扯头发 简直就是小学机国家家 他们俩正在拉拉扯扯的时候 忽然传来非常清脆的一声 我寻声望去 是我爸 这个脾气一贯温厚的老好人 愤怒地砸了一只高脚杯 铿锵的玻璃碎裂声 成功地让刘萍闭了嘴 我对你那么好 你要买衣服我就给你买 要买化妆品我就给你买 你女人上学 我给班主任送你 他要穿圆圆的衣服我就拿给他 你说弟弟欠债你睡不好 二十万我说还就还 我哪一点对不起你 你要这么对我 他捏着高脚杯的那个脚 框框两下 指着目不上的那个男的 你说他是谁 我要弄死他 场面凝固了 我爸 公务员系统的老黄牛 勤勤恳恳 温吞厚道的老好人 居然能说出 我要弄死他这种话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十几双眼睛 在我爸和刘萍之间扫来扫去 大家都在看刘萍 还能再说些什么 只见刘萍卖悠悠的 把散落的卷发拨到耳后 整理了一下裙子和衣领 居然笑了一声 就是你看见的那样啊 他 是我男朋友 谈了三年恋爱的男朋友 比你年轻 比你帅 比你体力好 哦 忘了告诉你 我出差的时候 都和他睡在一起 够了吗 还想知道什么 这一刻我甚至有点佩服他 刘萍 你怎么敢的呀 刘萍破罐子破摔之后 别说是我爸了 听理其他跟他没相关的亲戚 也听不下去了 我大姑实力护地 连和我小姑一起 跟刘萍吵了个天翻地覆 我在一边看热闹呢 但刘萍根本没打算放过我 冲了过来拽住我胳膊 赵源源 你很有本事吗 弄这一出好戏 我爸此刻强硬了 一把嗓开了他 我要跟你离婚 刘萍不住冷笑 离就离 谁怕谁 你的房子要折现给我 没有两百万 谁跟你离 他又看向我 挑衅道 赵源源 别以为你很厉害 耍这些小伎俩有什么用 你爸没告诉你吧 陈北那套房子 属于我和我爸的共有财产 怎么可能绕开我 再加刘萍的名字 我爸眼神躲躲闪闪 我盯着他 心里翻江倒海 刘萍扬长而去 临走前撂下一句 赵源源 跟我斗 你还那么点 听里一片死寂 幕部上还在循环播放 如平舒环恩爱秀 大哭咳嗽了一声 说原人快把那东西关了 忒恶心人了 我把原文件删了 走到我爸面前 你跟他领证了 房本也写他明了 我爸低着头 不吭声 这就是默认了 我更加生气了 房本家名字 是需要我和你都在场的 我压根没去 你们怎么加的名字 你是不是偷拿我身份证了 我真的特别特别生气 那种怒气不争的生气 那种我怎么会有 这种老糊涂的爸爸生气 这一瞬间 我几乎要失控了 但是我忍住了 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爸 是接送我上下学的爸爸 是男人妈妈 偷偷给我买炸鸡腿的爸爸 是会在我成绩下滑焦虑时候 递给我一杯牛奶的爸爸 我站在一边 开始深呼吸 大姑小姑见识不对 走过来挡在我和我爸之间 小姑说 哥 刚才圆圆和那女的吵那么多 我没太听明白 你是借给他弟弟二十万 又把他名字加上房本了 是不 我爸N了一声 大姑追问 借条人家给你打了吗 我爸闷声 没有 但他赖不掉 大姑急眼了 你是不是啥 没打借条还赖不掉啊 我看那贱人可没那么好说话 人家说不还就不还 到时候你拿人家一点办法 也没有呀 我爸闷头不语 任由姐姐妹妹们着急 我看不下去了 爸 上午我拿你手机的时候 给刘立强发微信 那几个聊天来回 可以证明他欠了你二十万 并承诺在明年四月还款 现在聊天记录 也可以作为证据了 明年四月他要是不还钱 你就去告他 大姑很高兴 揽住我肩膀 哎呀 还是圆圆聪明 我却高兴不起来 看着我爸说 但是我没想到 你能干出托我身份证 去加他名字的蠢事 大姑小姑被我点醒 又开始着急了 老二 你想想办法呀 我爸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估计也觉得自己干的不是人事 挥了挥手说 明天再说 我有点想笑了 气笑的那种 我爸命真的很好 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 从小被父母宠得跟什么似的 长大后很走运的考上了公务员 还是不需要勾心斗角 也不用担心待遇问题的那类岗位 甚至家里家外的事情 他也不用操心 因为我妈妈特别能干 所以这么些年 他真就没怎么长过心眼 虽然没长心眼吧 但撂蛋子这种事 他倒是学会了 明日复明日 一再拖下去 后果就是 刘平霸占了房子 想到这里 我变换了战术 我爸吃软不吃硬 换了态度跟他沟通 没准能多了解点情况 我缓和了语气 跟他说 爸 现在咱俩是一边的 刘平是咱们的共同敌人 遇到事儿 咱们得有商量 才能把问题解决了不是 我爸看了我一眼 你想知道啥 我好脾气到 防本更临这种事 得我和你都在场 才能加上第三个人的名字 我不在 你们是怎么加的 我爸低声说 刘平让他女儿 拿着你的身份证 办成是你 怒火在我心里熊熊燃烧 我强忍着不动声色 现在都要刷脸 确认是本人 才能给办 你们怎么办得成 我爸的脸上 露出一次惭愧 我提前给了那办事员好处 跟他说我女儿 实在有时回不来了 让他行动方便 小地方吗 你知道的 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等等 刘平 房子 办事员 我的身份证 我知道了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刘平了 大姑小姑还在担心 我却松弛下来 笑音音说 那就过几天再说吧 过几天 咱把刘平请回来 等他好好说道说道 我本科修过法律 但读验之后没再用过 很多细节也不太清楚 于是我咨询了律师 把我的想法 和他从头到尾探讨了一遍 得到律师的肯定后 我跟辅导员 续了一个礼拜的假 辅导员一开始不肯 我直白等他说 我后妈在跟我家争房产 我要是不在 房子可能保不住 另外 我导师已经同意了 辅导员突然就变得特别谅解 行 你导师知道就行 这家我给你批了 这几天 我先后去了婚庆公司 律所 房管局 又回了趟学校保卫处要监控 保卫处那里 是我辅导员陪我一起去的 把11月7号当天 我在教学楼 寝室楼 食堂门口的影像 全部留存下来 然后我去了房管局 以程序错误为理由 要求撤销房产证 姓名变更的处理 这里的程序错误 指的就是 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属于我和我爸 如果要变更所有权 我必须也在场 在我本人没有到场的情况下 你们没有遵循 人证合一的规范 错误相信了 冒领我身份证的人 就是我 这属于程序性错误 应当撤销房产证更临的行为 对 我有意说成是 办事员的错误相信 而非主观故意 原因也简单 我现在的火力 集中在刘萍身上 实在不想分心 去追究办事员的过错了 至于办事员怎么做到的 要怎么去员 会不会被单位追究责任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话说回来 证明当天在房管局办事的人 不是我也很简单 首先 我有我本人在学校的监控影像 当然 这并不能证明 我24小时都在学校 于是 在我暗示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 我将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 房管局的人很配合的 调了11月7号那天的监控录像 录像里出现了一个 比我矮了一个头的女孩子 拿着我的身份证 跟在刘萍后面 是他女儿张丽雅 如此 能证明我的身份证被冒用 我本人的确没有来房管局办事 这就证明了 房管局的行政程序存在问题 应当撤销房产证更名的行为 刘萍的名字 自然也就不能继续挂在房产证上 刘萍图有一张跟我爸的结婚证 就算去打官司 也分不到半毛钱 我爸的钱和房子 那可都是婚前财产 如此一系列操作下来 已经是四天后 这期间 刘萍不停地给我爸打电话 要求很简单 给我200万 我们就离婚 不然就法院见 他把房子当成筹码 说不知这筹码 早就已经不在他手里了 拿到只写着我爸和我名字的房产证后 我给爸爸打电话 把刘萍约出来吧 这事该了结了 地点是刘萍定的 一家咖啡厅 气氛小资 东西却难吃 很符合他附庸风雅的品味 见了面 他也不多说废话 上来就是 钱呢 准备好了吗 我笑一笑 说 这话该我问你吧 你从我爸这儿借走的20万 准备好了吗 刘萍警惕的说 你给我看这个干嘛 我单单道 你可能不知道 2019年 最高法就已经修改并实施了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其中有一条 叫做电子信息 包括及时通信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说通俗点 就是 微信的聊天记录 也可以当成打官司的证据了 我在心里默默补充一条 没把我爸的手机带来 也是怕你抢手机销毁证据 毕竟 截图和录像都不算 必须手机上原封不动的才算 刘萍愣住了 故作镇定 你想蒙我 我可没那么好骗 恰好服务员送上咖啡 我亲手把咖啡取下来递给刘萍 我的动作很温柔 话语却冰冷 骗不骗的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要是不还钱 我就会去告你们 你告一个准 刘萍很快恢复了神情 不屑道 告啊 你告我欠钱不还 我就去起诉离婚 我还你二十万 你爸可要分我一半的房产 这生意 我可不亏 我哈哈大笑 引来了旁观者的目光 刘萍脸上挂不住 你笑什么 我悠悠道 我笑我今天居然做慈善 要给你开一堂法律课 他还没听明白 我已经继续往下说了 首先 我爸的房子属于婚前财产 你没有出过一分钱 银行流水一拉 全是我爸和我妈账户里出去的购房款 就算去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也不会判给你 当然了 这是在房本上真有你名字的情况下 我喝了口水的间隙 刘萍冷冷说 房本上就是有我的名 这点 你爸还能不知道 我笑得更开心了 你拍桌子 你闭嘴 我才不闭呢 婚姻法讲完了 接下来就要讲到行政程序法了 行政程序法第3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有关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予以撤销 其中就包括了处理程序违法的情况 刘萍启示要走 什么行政程序不行政程序的 我听不懂 我不偏不宜挡在了他身前 简单说就是 你冒用了我的身份证 而我本人不在场 在法律上 我可以要求房管局 撤销变更房产证性命的行为 而事实上 我也的确做到了 我把房本的照片点开给他看 他别过脸去 我不看 我放下手机 笑眯眯 随你看不看 反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房子不属于你了 钱你也得给我还了 他气得直打颤 咬着牙 和狠狠盯着我 那就这么耗着吧 我是不会跟你爸离婚的 等他死了 霓裳我总有份吧 我看谁能耗不过谁 真够恶心的 这就开始骤我爸死了 但我偏不生气 仍旧笑着说 你别激动吗 这人啊 一激动就容易说错话 比方说您在我解婚礼那天 说了句什么来着 我点开手机视频 里头正是我去婚庆公司 要来的婚礼视频备份 那天 婚庆小哥没关摄像机 把我和刘萍斯逼的现场 全拍下来了 当然不会漏拍 刘萍质地有声的那一句 就是你看见的那样啊 他 是我男朋友 谈了三年恋爱的男朋友 比你年轻 比你帅 比你体力好 哦 忘了告诉你 我出差的时候 都和他睡在一起 睡在一起啊 结合叶子拍摄的 如平舒缓恩爱秀 从法律上说 即便不能判定 刘萍在婚姻存续期内出轨 也能为夫妻感情破裂 这一离婚名目 天上重重的砝码 当然了 说话要讲究艺术 该夸张的时候就得夸张 有了这些证据 你猜 法人会不会判你婚内出轨啊 忘了告诉你 婚姻里一方出轨的话 无过错方 有权向过错方所赔哦 刘萍要来抢我手机 撞到了我肩膀 我一把推开了它 再动手动脚的 我就报警了呀 橘子可不是那么好蹲的 刘萍捂着心口 跌坐在卡座里 再也顾不上周围投来的视线了 这些话说完 我感觉多日彷徨在胸口的闷气都散了 临走前 我回头 最后再喊女医生阿姨 找个日子 跟我爸爸离婚证领了吧 其实我还想跟她说 有着图谋别人家产的心思 不如用在挣钱上呢 但想了想 还是算了 个人有个人的原法 他不值得我去说 值得我去说的 自然是我爸了 寒假里 刘萍终于松口 跟我爸领了离婚证 顺道 他来了我家 打算把他的东西搬走 何书还 哦不是 刘立强也跟着来了 刘萍把东西装进袋子里 我就在一旁盯着他 换做事以前 我是不会这样的 觉得这样没教养 不礼貌 但经过前段时间跟他的相处 我解锁了许多新技能 包括但不屑于脸皮后 会撕逼 穿去变脸 现在又多了一条 就是永远不要给坏人一好脸色 他拎着两个大袋子走了 走到门口 回头看我一眼 赵圆圆 你也挺有本事的 我就一笑 哪有 都是跟你学的呀 他拖着袋子 跟着刘立强往楼下走 我追到楼道上 说你们俩赶紧把钱还了 突然我会起诉你们诈骗的 我说到做到 够不够成诈骗 我还没问过律师 但是放狠话嘛 要的就是气势 等我关上门走回客厅 才发现我爸点了支烟 坐在沙发上发呆 他平常不抽烟 今天大概真是心情特别差 客厅的灯很亮 照在了他藏不住的白发上 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复杂 原本我恼怒于他听风就适雨 为了刘平能不顾我死活 但现在看见他的白发 我有点心软了 我放下拖把 去厨房倒了杯蜂蜜水递给他 他看见我过来 把烟掐了 说圆圆 爸爸是不是很失败呀 我说是啊 他就瞪我 我笑起来 虽然在刘平这件事上 你处理的很失败 但我觉得 偶尔失败也是一件好事 你看 你五十多岁 说老也不算很老 以后没准还会再谈个黄昏恋 为刘平花的钱 伤的心 就当是交学费了 他叹气 以后不谈恋爱了 就这么过吧 养点花 养点草 再不计养条狗 养只猫 都比谈恋爱强 他回房了 脚步都十分沉重 这个老男人 他此刻的伤心也许是真的 但也许 未来他会把伤心抛到脑后 人嘛 都是会变的 不过啊 他会不会改变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从前那个 全心全意 信任爸爸的女儿了 他的所作所为 虽然已经是过去式 却也让我和他之间 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从前的我怎么可能想到 有朝一日我站在爸爸面前 心里想的居然是 所有的不动产 他都不可以独立处置 妈妈留下的钱也在我手上 他再如何昏溃愚蠢 也不会影响到我半分了 也许这就是成长 统统过后 伤口结出一道坚硬的霸 刘平给我上的最宝贵的一刻 是让我知道他人不可靠 可靠的唯有自己 我们要以善意报答善意 却也要用法律武装自己 去独立面对生活中 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恶意 你若不自救 又怎么能指望别人帮你 姐姐妹妹站起来 听我赵媛媛一句劝 倘若生活表了你 那你就去扯她头发呀 全文完 喜欢的宝子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吧